好 再来提醒爱美的女性要特别注意了 很多人都想要有浓密的长睫毛 看起来眼神好动人 而卫生素首度何可 用于治疗睫毛悉俗这款睫毛增长液呢 今年4月上市这一瓶药价不便宜 要3千多块 但是很多人都非常的疯狂 但是现在眼科门诊就发现 因为擦了这款睫毛增长液 而眼皮竟然越来越红肿 来求诊的民众是变得越来越多 这是乐吉尔代言的睫毛增长液 不止年轻美媒超爱卖 据说还有不少护士抢饭天 不过现在去传出这款睫毛增长液 竟然会让部分使用者出现眼皮红肿等症状 他们已经在做清光炎实验的时候 发现就是说点了以后 清光炎患者点了以后 他的睫毛会变长 而且他这个变得比较浓密 所以就有药常想到说 他是不是可以用这个药 来做成这个睫毛增长剂 这款增长剂2009年 经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认可后 台湾上市三个月 尽管一瓶药价3000元 还是陷入抢购潮 有人在部落格分享使用心得 说一个月就会让睫毛变长25% 两个月就会增加浓密度一倍 也会变黑18% 不过由于睫毛会不规则乱长 导致睫毛倒差 国外的统计大概有5%的人用了以后 大概在眼眶周围有时候会发红 那另外就是说他这个药 因为是前提腺素 所以有时候也会造成这个黑眼圈的现象 其实坊间有许多睫毛增长液都号称有效 不过也因此让卫生局盯上 像是艺人Kibi代言的睫毛增长液 也因为夸大疗效而被罚了4次 睫毛长垫眼虽然有魅力 不过医师还是提醒 这些产品还是别乱用 以免还没变美前先上了眼 这一新闻和国外长在台北才发布的